大家好 我是Ben 在我身旁的是台灣賣的非常好的Kawasaki LEA-900 這次米蘭車展他們也迎來一些新的改變 還有新的配備 究竟有什麼內容呢 快跟著我們一起去看下去吧 首先你看到他的車燈 車燈整體的外觀 你乍看之下其實跟過去是蠻雷同的 一樣採用一個LED的銅燈 但是他在這個造型的部分做一些修整 下面一樣有這種往前像是一個小翅膀的這種概念 這邊多了一些肌肉的線條跟紋理和轉折 前面一樣有一個光導的設計在兩側 讓他在夜間的時候更好辨識他是LEA-900 也因為這樣子讓他整體的造型看起來 更加的有點凶惡感的感覺 他的車尾造型其實乍看之下 跟過去也是非常的雷同 但是我覺得有一個特點是不便的 就是他這個LEA-900的車尾燈 一樣還是傳承了過去的整體風格 過去很多車主在講 LEA-900為什麼沒有動力選擇 還有TCS就是循跡系統 但是這一次改變之後他把這些電控系統都加住給車主 所以這輛車其實他過去在這種性能表現上面已經非常優異 這一次配上了電控系統之後 讓他整體的安全性再大幅的提升 那我們來實際跨坐看看 以我180公分的身高來乘坐 其實他的整體坐姿算是坐高 算是非常的低 我幾乎可以雙腳平貼地面 讓他的乘坐姿勢其實跟過去的LEA-900 我的印象中感覺其實蠻雷同的 油箱做的很大 但是他的腿的造型則是消得非常的明確 所以讓我在這邊固定身體 明顯在我的膝蓋這邊有一個很好固定的位置 可以很輕鬆的夾持 手把的位置稍微讓騎士往前傾 整體來說他這樣子並不算太趴 但是他可以應付你在高速底下 稍微有點風的狀態下趴車會非常的好趴 我覺得這一次有一個重點 就是他換了一個全彩的液晶儀表 過去在H2SX你才會看到有這種全彩液晶儀表 但是今天LEA-900他一樣也加住了這顆液晶儀表 讓他整體在白天還有夜晚的辨識性 都大幅的提升 過去其實LEA-900我們試過 他整體體質性能表現就非常的好 這一次再加上電控之後 我相信對一般民眾來說 駕馭這台車會顯得更加的容易 那我相信接下來很快 這個台騎應該就會把這輛車引進台灣了 這個喜歡LEA-900的朋友可以期待一下 以上就是我們針對這次米蘭車展 LEA-900的介紹 記得鎖定我們SUPERMOTO A頻道 我們下次見 掰掰 我們下次見 還是星期間 我們下次見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